喜欢一件事情才会努力想要把它做好 然后才比较更容易提倡成功 觉得这在升学主义下 你到底要选择怎么样出什么样科系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那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对于成功的这个概念太狭隘了 因为你都是用分数 你都是用金钱去计算 那当你用分数跟金钱去计算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找到真正喜欢的东西的 这一部片这个分数啊跟这个价值 其实在这个茉莉的最后一天 这个单集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描写 这个茉莉本身是北一女的嘛 那我这么会讲太多应该还好 北一女的看到制服看到 不知道要不要往下降 那就交由编剧来说好了 以免我不小心透露他就不敢透露的东西 我们今天茉莉最后一天编剧资影原来现场 我这边会比较好奇 可能待会你先跟大家简单 用不会透露太多的方式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当画面跳来跳去 大家可能一时间分辨不出来 哪些是末叶最后天或是其他的 那这边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我也会好奇 因为这是从小说改编成戏剧 它本属上是不同的文学的类型 那你在做这样子的改编的时候 编剧上你又碰不到什么样子 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或是有什么样的纠结或是困难 其实一开始导演找我写剧本的时候 是要我来的 他是要我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